大家好,小姑小事向您问好,故事时间与您分享 高丽国大元的附属国之一,因为属于下属,身为国王的高丽王,一直想从政国家摆脱控制 他从小便心机深沉,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专门挑选十几个少年从小培养当做自己的嫡系和护卫 红林便是这支队的队长,他从小就被高丽王带在身边,同吃同睡相伴十几年 以至于高丽王对其产生了异样的感情 在皇宫中,红林可以出入,自由地出入他的寝宫 高丽王会在不忙时,甚至会亲自给红林梳头 就连平常用的,也是宁愿将最好的给红林 他毫无避讳地展现着他对红林的爱,因为他是王 王对红林的感情,红林心里知道 但他对王的感情却更像感恩,十几年的悉心照顾 再加上王的身份,让他对王的任何命令都无条件服从 红林以为自己会和高丽王这样厮守一生 但一个事情的发生,打破了这份稳定 国不可一日无君,而君则必须有后 为了国家的稳定,高丽王被迫娶了元朝的公主成为王后 并在大臣的逼迫下必须拥有王子 但高丽王心里已经有了红林,哪里还能放得下别人 可没有后代,国家又无法安稳 于是,脑洞大开的高丽王决定让红林代替自己去生孩子 毕竟他心里将红林看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人 甚至希望将来的孩子像红林一样温柔 没有办法,红林只能服从命令,多次进入王后寝宫 但令高丽王没有想到的是,随着红林和王后的接触 俩人居然产生了感情,互相爱上了对方 并且即使没有高丽王的命令,也会偷偷约会 俩人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 但这些变化却被高丽王看在了眼里 他从没想过,自己看中的人会背叛自己 也许他对红林的爱已超越了所有 但是爱是无法容忍背叛的 为了阻止二人在一起,他将红林囚禁起来 但王后担心高丽王会杀掉红林 于是暗中派人将红林救走 并决定和红林一起援走高飞 但计划并没有那么容易实施 在其他对王位有所图谋的黑手策划下 远逃离的红林以为高丽王会把王后杀了 愤怒的他来到皇宫寻找高丽王报仇 但他从小就和高丽王剑术相差甚远 以至于在和高丽王的搏杀中一直处于被动 可高丽王依旧深情地爱着红林 他没有痛下身杀手,只是一味的抵挡 并不停地问红林有没有爱过自己 面对高丽王的询问 红林冷漠又残酷地说出一次也没有 这句话彻底击垮了高丽王的防线 在对决快要结束时 高丽王的剑已经刺入红林的胸膛 高丽王问红林 你是否曾经爱过我呢 曾经将高丽王视为爱人吗 哪怕一次也好 红林回答没有 一次也没有 然后扑身向前将断剑刺进王的腹部 得到答案的高丽王眼含泪水 跌坐在墙角 红林挣扎着站起 将剑从胸口拔下 却又被代队长刺了一剑 最终倒地 这是王后闯入 而看到王后的红林浑身颤抖 这才明白 原来高丽王并没有杀死王后 他使尽浑身力气转向王 泪水流下 两人最终死在了对方的剑下 谢谢